在世界杯2比4惨败 却被全民视为英雄 政府更是派出空军主力护航 因为这支球队刚刚挺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这是克罗地亚历史上的最佳成绩 作为人口数和中国五个县城差不多的小城 他们的空军主力战机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 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的热情 当满载球员的飞机落地之时 人们用象征最高领域的水门一世欢迎 当球员们到达首都时 那里早已是人满为患 人们都在等待着英雄的到来 克罗地亚的总人口只有400万 而参加此次欢庆的人却有55万之多 那一天 克罗地亚被烟火染红 而另一边 夺冠的法国也正在沉浸在喜悦之中 马克龙置身欢庆的海洋与您同行 天空不时有飞机飞过 留下了代表法国国旗的颜色 球员们高举大力神碑 享受万人景仰 巴黎的夜空被红色烟火笼罩 那是代表喜悦的颜色 人们的欢呼声在上空回荡 向世界宣告 2018年是法国征服了全世界 足球永远不只是一项运动 它是和平年代的战争 也是一个国家的名片 如果中国队再次闯入世界杯 我们会不会比他们还要更加的疯狂